修行佛道者 四目为口 生死间隔退缘 这根本也 这句话要尽体 真的 佛对这种事情 非常重视 哪个人能保证 你明天还在实现 明年还在实现 靠不住 经常告诉 人民在呼吸之间 一口气不来 这一生结束了 到哪里去了 自己不知道 迷惑颠倒 所以才把三窝道当作善道 他要知道是窝道 他怎么回去 不知道 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 越迷越深 造作罪业 这七千多年 越来越严重 非常可怕 所以这是 是太多的根本 那夜死之后就一落千丈 见佛文法 直欲深重 供养祝福 清津善友 自然快乐 无忧众苦 其得了 肥业 也是 一种 不止一种 独养寿命 若寿命短促者 遗憾 且记 念了在挂五手 没法子计算 如预备 无底枯 此愿 罪之要这 这愿提醒我们 太重要了 就要求成熟 长寿 能求到吗 能 怎么求法 念佛往生 记录时期 就得 真正的长寿 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这一生 什么是最大的事情 应该就这一种事情 最大了 我们求真长寿 我们不搞价 价的东西 统统放下 这个决心 要下 要真下 下面又忘息一跃 祝路根本 旨在此与 寿命无量 那才是一切路的根本 如果 如果 死亡了 一切路 永远都离开了 能落得三土 那往后不堪谁想 天虽然是路 寿命很长 不究竟 他不是无量寿 无量寿 只有极乐世界 只有西方 尽头 谁辞不休 告别 明白人 言中 你全错了 你能回头 佛菩萨一定实现 帮你忙 你坚固执着 自以为是 诸佛菩萨 也无可乃活 帮不上忙 不是不帮助你 那你的烦恼吸气太重了 就见一以思千 这种人 怎么会拯救 那无论在世处世界 都不会有大拯救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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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